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內幕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新聞 挖挖 好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今天來賓比較多 那麼第一位是律師馬再琴 馬律師 鴻怡大哥 大家好 那另外是法醫的這個主任 高大成高醫師 鄭大哥 大家好 另外是退休的刑警 高人和高刑警 鴻怡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命理專家 廖美蘭廖老師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以及社會記者戴志揚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精神科醫師 王鳳剛 王醫師 大家好 非常歡迎六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深埋八年的恨意 這個康建 在南投的康建生物科技公司 發生了震驚全國的這個滅這個血案 那麼兇賢五十五歲 他叫李鴻淵 他涉嫌用刑刑式的槍決 槍殺了五個人 那麼逃亡二十一個小時以後 在臺中的一間養生館被抓到 可是被抓到的時候 老實講他神色自若 而且對著媒體發出笑聲 又嗆聲 嗆說我是報仇胎人 然後他宣稱他跟受害者有深仇大恨 那這個事情老實講 不管他行凶的手法 或者是長達八年的報酬 都震驚全國 我先請教你小代整個過程怎麼樣 其實這一天 這一天事情發生的時候 讓我們真的有一點嚇到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開始 一開始接收到訊息的時候 就是說南投發生一起槍擊案 是兩死一傷 那兩死一傷 那因為那時候不知道現場有兩個 所以那時候只發現到第一現場 所以我們就開始去追 他追了之後後面隔大概半個小時 消息出來說是四死一傷 而且每一個人的傷勢都是 在頭部中槍 那時候大家心裡就開始毛了 因為為什麼 這個場景不就是跟 之前的劉邦有血案一模一樣 因為這所有中槍的五個人 全部都是被關在小房間 那當然其中有兩個人被上銬 其中另外三個沒有 那這個完全是那種翻版 劉邦有血案的翻版 好 那後面隨著這個案情漸漸明朗 我們才知道說原來案發的地點 是一個專門生產牛樟汁的這個生技公司 康建生技 那為什麼會發生那麼慘的一個慘案 每個人都在猜測他的動機 而且那時候我的第一個想法 我自己的第一個想法 牛樟汁 這個東西在市場上太夯了 所以可能會跟生產 他的其中的利益有關係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 第二個為什麼要殺一下殺那麼多人 而且每一個槍 這個槍手很節省子彈 對不對 五個人就是一人一槍 都只針對頭部 還不是說亂開 所以變成說是有計畫性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又在想說 是不是有可能境外殺手 或是可能買兇殺人 等等的可能 好 那到了第二天才真正的案情出來 那當時就募集員工敘述 整個過程就是說 這個槍手他進入工廠之後 他第一個時間是走到這個資裁室 然後資裁室裡面 他先控制這個賴閩南 就是康建生技負責人的弟弟 賴閩南跟另外一個課長 然後先把這兩個人槍殺了之後 他才在走到這個算是主體建築的 大辦公室裡面要找董事長 找董事長之後 把董事長包括他的妹妹 另外一個員工也一起在這個房間裡面 開槍槍決 好 當然很幸運的就是說賴閩南後面 他剛剛有可能開那一槍 沒有特別準 從他的這個耳朵旁的骨頭進去 然後從這個眼眶這邊 子彈停留在眼眶這邊 所以造成他現在昏迷指數只有五 意思都還不清楚 但至少說命已經先保下來 好 那員工那時候就揣測紛紛 因為這個槍手到底是什麼身份 可是當初就有人在講說 很像之前離職的那個員工 叫做李鴻淵 為什麼 因為李鴻淵身材非常高大 然後講話比較就跟員工之間 講話比較粗魯 所以當時他進去那個大門的時候 因為你在想 因為他一開始的門禁是相當森嚴的 剛剛好他選擇是下班時間 員工進進出出 那他跟警衛打了一聲招呼 就進去了 就說他要找賴董 然後就進去 警衛也放他進去 所以大家就在想 應該有實施 所以大家才想到說 是不是李鴻淵這個人犯案 那後面警方調了錄影帶之後 才發現原來他竟然在犯完案之後 他偷了其中一個死者的 那個課長的機車 然後沿著路跑走 那剛好所有的正面影像都被拍下來 他並沒有戴安全帽 他只戴了一個像面罩這樣子 所以整個身影被拍下來之後 幾乎就確定是他 好 確定是李鴻淵犯案之後 大家就要開始要想了 他是為利益殺人 或是為買兇 或是為仇恨殺人 這時候剛剛好 大家就回憶起過去一件 一段往事 也就是說在八年前的時候 李鴻淵曾經跟他們公司裡面 一個宏信女課長 有發生爭執 在尾牙宴的時候 發生爭執 那發生爭執之後 他曾經就放話說 要對這個女課長不利 隔了沒幾天之後 這個女課長真的在公司門口 被一個蒙面歹徒 拿鐵棍打成重傷 好 事件發生之後 這個宏信女課長 直接從口音 聲音 聲刑 就直指說就是李鴻淵打我的 所以他去告他殺人未遂 開庭之後 一共公司裡面有七個人出來作證 七個人出來作證 那其實我們後面還得知一段 為什麼警方會覺得有可能是恨意產生的 因為這六個 六個作證的證人裡面 有五個對李鴻淵的證詞相當不利 也就是說直接指他就是襲擊 這宏信女課長的兇手 但是有一個劉信長長 他在出庭的時候 他沒有講很清楚 他只說我聽說有這麼一件事 聽說有這麼一件事 所以當天李鴻淵進去這個資財室 在第一現場的時候 他壓了那個賴閩南的弟弟 跟另外一個那個員工 但是他其實第一時間是碰到這個廠長 但這個廠長竟然他放過他 對 他放過他 那反而是當初對他證詞不利的人 然後都被他槍殺了 但是有兩個真的很無辜 一個是賴閩南的女兒叫賴燕宇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賴閩南的弟弟 那為什麼會說無辜呢 因為他們跟 如果按照李鴻淵的說辭 是為了官司他來復仇 但是這兩個人當時並未出庭作證 然後也跟他完全沒有任何的關係 是 結果兩個人也命上槍下 是 好 這個就是後來他逃亡 逃亡之後他跑到養生館去 這個躲在夾城 不過還是被警察抓到了 我先請教一下高刑警 你怎麼看這個案 這個案本來是像小代講的 一開始案發的時候 我一直馬上立下就覺得說 一個念頭閃過 這個勤財仇裡面就是為了財 財的機率很大 因為他是一個生技公司 生技公司他裡面出產的 這個是牛章之 而牛章之在全地球 世界上只有臺灣獨一無二 你帶到任何地方去 你就算做太空包 或者是做其他的斷幕 都培養不大好 那只有臺灣是獨一無二 那現在臺灣這個公司 大約有五家至六家大型的 都在裡面 所以一開始我覺得說這個利益龐大 這個會不會是引起歹徒 就是不爽這個賴博士 他把生意降下來 可能說本來我家有的日孫 你給我賺一半那些 我減賺這些錢 一開始我是朝這個方向在揣測 第二天剛好這個被害人賴博士 我認識 然後他的家屬我也認識 他的工廠我也去過 他的家我也去過 所以如果說一個陌生人 像我現在 以我現在來說 我自己開車過的南道草屯 那一個雙東檳榔 雙東檳榔 雙東檳榔 我要開車去找一間便室路找不到 因為他有分ABC A就是剛才小賴說的第一現場 也是接待客人的 那裡面有零器有接地人客 外面一個C院區 B就是他的龍蝦 那龍蝦就是培菌的斷木 跟太公堡那個城口 C就是一個兩家庭 差不多六千多平的一個園藝花園 他也有增加鼻刀 所以在C的場所都是外勞 全部都外勞 因為他的親屬 當天我就看到新聞 我就打給他的親屬 我說這敢賣賣刀嗎 這個歹徒有些人說 他真的是來報仇 有些人認為事情不單純 可是這個事情 如果是報仇的話 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什麼 為什麼他這麼的兇狠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 進廣告 好 那麼高清警 他認識受害者賴敏蘭董事長 那同時他也去過他家 甚至於去過他的公司 所以他說A是接待室 B是農舍 C是這個花園 那個地方兩工程都是外勞在工作 可是可見這個人對 很熟 那個地方很熟很熟 因為他當下沒一點 就叫一個外勞看到 他在手上吃分外勞看到 外勞不賣他 所以他們的工程五點下班 他們沒有警衛 他們警衛下班就閃了 大門開起來像一個小門 他是他本來就捏原區裡面 當然 當然整個中心過程 等一下我會補充 我剛剛就鄭大哥那張照片 我們逮捕的那張照片 給我覺得一個事情 我很謹慈 我真的覺得很謹慈 我們四十幾個警察同仁 看到一個殺了四個人 有說有笑的這個人 沒有直接打個頭 就拖下去 捏下去 再跟他挨拶 跟他一句來一句去 手上就拖下去 這個不用跟他客氣 他已經是承認他是兇手的 這個逮捕是 所以你說警察對他太客氣 太軟弱了 你 你會怎麼弄 我那個手上拖就拖下去 我管他再加乘 還在樓上 因為他身上到底有沒有槍 我不知道 我看到一個同仁 還爬到後面去摸他身上 萬一他有手榴彈 但他不知道 未知數 我覺得這個部分 派了四十幾個警察 門口一群三十幾 他出來還講 好 這個在頂頭這麼大 他才講很棒 那不是一個手上拖的兩人 拖的就拖下去了 不要給他有任何的機會 你如果卡住一個手錄彈 你不就整個都拖了 當然二十四一個小時 不然是很厲害 我覺得他很囂張 很囂張 非常囂張 他拖死死的人一個重胸 而且他又說什麼 就說大家好 每天都問好 隔一天 為什麼這兩天陸陸續續發展 記者昨天有問到一句話 你知道賴博士沒死嗎 他整個臉都大變 他說他不知道他沒死 所以警察就問 記者就問說你知道賴博士沒死的時候 怎麼會 他整個認住了 他沒有辦法回答任何一句話 開始後悔了 他覺得說我對 我怎麼會殺那麼多人 開始演戲了 那他說他是來報復的 那你覺得你剛剛有講說情財仇 那他你覺得是財 因為我知道說 他這個人在財政南大夫 抄襯那裡 住那個環境 他還有兩個兄弟 自己也娶不生孩子 因為他的老闆 很早就甩死了 但是他的阿公 李公賴民 不是 李信雄先生 李鴻淵 李鴻淵 他的阿公當地有一個土地 那個土地不會去犯署 去鬼拜的 透天的 因為他是大孫 所以他有本一項 他本一項 因為當時李公一數年 跟人打到這個殺人未遂 冠西 一般打官司 後來還判無罪 基本上根本就不會有恨意 這藉口嘛 對不對 我們如果瞭解說 你怎麼可能半年前 沒罪 你要找人 這個麻煩 結果不是 結果他離開這間公司後 他不是沒頭路 他跟一個朋友溝通 去高工局 高工局他不是在打擾 他是在標工廠 標工廠就是做小包 請人家來做高工局的工作 一國的平均收入差不多二十萬 很多 對 平均差不多十五至二十萬 就是小包商 因為小包商跟那個溝通公家的時候 有賺到一點錢 所以那段期間比較平靜 二零一五年就平靜 但是他在官司當中 因為被打的那個宏信女員工 女員工每天在近面 聽到他的聲音 看到他的人認定是他 所以告他才找出這麼多證人 這個證人其中之一就是賴閩南 這個賴博士 教了這個女員工一句話 他說你現在申請法院 請扣押 所以當下他所有民下不動產 財產車子通通被扣押 瞬間他身上一毛錢都沒有 如果要標政府工程是這樣的 政府工程是鐵票 他把你開都開半年 是 半年但是這些錢流胖 你的財產他就不在地給你標 所以因為這個細節 跟郭東購買 購買跟郭東先購錢購買 因為我錢是被扣押的 沒辦法領出來 沒辦法你先購買 郭東意見不合就要拚架 拚架之後他就不夠 店高工局上班 是 拿出來當然判他沒辦法 錢買他 他還要在那裡搜尋找頭路的時候 也不容易 因為剛才疫情 剛才疫情當中有一個劉課長 劉課長就是東西 因為他打這個女兒的 願寬的時候 那個賴明蘭賴博士 就因為你不適合 在那裡我這個辦公室裡面 就把他調去園區 我說那個兩家外地 要不要離紅淵吊罩 外面園區 園區全外勞 拍日頭每天都在製造 剛才劉課長 是當時的園區的劉班長 他就心裡想說 我來這裡都外樓 你不關人家購買 每天都在購買 應該做外樓做的事情 你都叫我做就做 出庭作證你又說我 所以對他產家一個不爽 劉課長本身他酒喝了之後 會四處去購買說話 就是說這個人 我們這麼不好 就是說一些 那個李信兄姐的一些 不好的話 所以李信兄姐就開始 從二零一五年開始 就放話了 放話就是說 我剛才你 我已經給你死 剛才賴博士 我要喝飯你什麼 甚至於那個張會計 一個被他打頭的張會計 他跟蹤了他兩次 二零一七年跟蹤一次 二零一八年跟蹤一次 這兩次被跟蹤 這個女生就很害怕 會計是有做證人的 證人 他也是證人 除了證人以外 他就是以前要領錢的時候 他有遲到 給他靠錢 靠幾百個 他說我遲到十分鐘 五分鐘 要靠錢 他又出庭 還給他作證 所以警方有公布了說 他是有一個名單 七個人要獵殺的名單 七個人 瞭解 而且他的鄰居 我說有說沒有 他的鄰居說 他一直跟他們沒說 說留下遺言 跟他們太太交代遺言 跟他們媽媽交代遺言 我如果報仇 我來採取他們之後 你們日子要好好過 甚至於說有留下一封遺書 但是警方有沒有查到這個東西 沒有公開還是還沒有查到 因為這個是偵查不公開的範圍之內 所以種種裡面 目前警方從他的電話通連記錄裡面 他因為最後一通電話 打完之後他都丟到了 他就卡在那裡 他是跑去跟他的前東家 騎這個 流客長的飛機 等到路邊之後 跑去他的前東家 他不是給他購三萬塊 他是跟他勒索三萬塊 怎麼說跟他勒索 因為前東家 就是他做高公主 這個老闆 為了一個停車而已 賣賞 這個理性上次就把他整台車砸爛 他說這個高性電話就想要來賣賣 不敢有想辦法再開除了 結果那天他就跑去跟老闆說 三萬塊先借我用一個 是跟他等於是辦勒索 不是用借的 了解 三萬塊之後 然後他就直接搭計程車 繞去了兩個醫院 繞去了兩個醫院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槍擊命案 那個病犯 最少都有八個警察在現場 你旁邊霹靂小組有好行事 最早都被告的警察 甚至於10個警察在保護那些人 所以他那兩個用意就很奇怪 因為也有可能再去回去 跟我們派人說要把他丟給他 保護槍 有可能 這都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我們不可以說不可能 也有可能說 警官跟你交代說 你事情沒有拿出來 你沒有拿出來 你一定要拿出來 這都是不能排除的問題 我的意思就是說 到現在偵辦當中 我們看得到的跡象 還沒有把真正 是不是他後面 有藏進人 還是他沒有拉出來的這個人 還沒有破 警方還沒公佈 或者是就是這樣子 純粹單純要殺人 所以你也無從研判 我們不能研判 因為這個東西事關重大 了解 那高清淨你怎麼看 不是 高法醫你怎麼看 沒有 這實在是很簡單 警察所剛才說了 我在看了 我七十年來看這個 情跟醜都是單一 情跟醜都單一 就是你 你把我感情有問題 完修也是你跟這個而已 沒有超過兩位以上 開槽都開 一個人都單三四床 沒有就一個人開一床 為什麼 因為他有完修在裡面 要單一床為止 所以這個人就單一床 其他人像這邊 這都單一床而已 對 所以這個可能就是有訓練過 還有一個宅 宅就在處理不太大多人 他還想說他已經模仿 這個劉邦學院 因為劉邦學院大四大九個 雖然一個無四但是大十千 所以他才說這個拖得過 高法醫我也拖得過 他是這樣想 高法醫 不好意思 我幫你插個話 所以高法醫的控制是 他這個是為了財 當然 可是兇嫌說他是報仇 是為了仇 對 所以那如果是為了財 後面還有沒有更多 我們不為人知的事情 等一下繼續請教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麼我再請教這個高法醫 你剛才還沒說什麼 你說是情跟仇 其實都只有單一個人 單一個人 然後就是說最多兩個 最多兩個 那如果是這種 一千五四的 這是經過訓練 對 你一般是開 因為我們不合訓練 是為了完仇 因此起義所以我一直開 開我的感情完全 絕頭為止就是這個感覺 這個當一個重點 就是一出來是說 雖然雖然說 我是為了報仇 這個就要向對象表明說 我不會說出來 你不用怕 還有一點就我有獲懈 他們這錢 拜託你做台 他絕對有全軍獲懈 一般人說拜託你錢 我都拿給你 不可能 我先三百給你 還不要再七百給你 你這個好小拿 這個也麻煩 這個問題 還沒的就是 一般去台人 台後 有人跟你說一個沒試 當時又沒試 你會覺得很抱歉 我這個感情又發料 我會收斂 我這樣做的不是比較輕一點 他不是 他還在亞大 還在中山 要讓台後試 一定沒有試就對了 可能這個就是最重的 人物 沒有試他就麻煩了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個試 所以這個感覺都拿出來 所以這個人 這個人根本是什麼 他不是被交收 也不是 他是被利用的傻瓜 被利用 他整天在黏著黏平 大概四個 我跟這間公司 很會怎樣 這個可以利用 我幾天在光五四三 拿來叫就叫他台剛好 你覺得價值當業 應該是沒問題 這個利益太龐大了 我聽你這樣說 他人 譬如說一斤四十萬 現在一斤沒十萬 如果他在培養都不用十萬 他培養可能一萬塊 兩萬塊就有了 他賺那麼多 雖然有人說美國的利益也不承認了 台灣用的人漸漸少 因為他的效果沒有人知道 但是在大陸 還是很多人在用這個東西 你看大陸人口多少 十幾億的人口 漏消 對 他培養的東西 好像比原來自然的牛腸汁 還要好 他是標榜有這個 所以我是 告訴你你這樣說很恐怖 有當業為了利益 教授這個人去台 利用他 利用他 利用他的仇恨 對 所以這樣造成一個斷電 不然以後你抓到他就有在原廠 跟我無關 那不是我 所以他們這個人很厲害 就是 可是如果我是同業 我不用給他後瀉 因為也怕他說出來 可不可能就乾脆他去殺了人之後 再把他殺人滅口就好 所以現在問題在這裡 為什麼他沒有逃亡 他不是沒有逃亡 因為對方給他規劃路線逃亡 他認為其中有炸 有可能我去那裡叫大師 可能給他規劃說 你去這個鳥子等我 人就去那裡接應 說他們去那裡都沒有人 不然我去那裡用大師也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放棄的可能性也很大 這點是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不是說不想逃亡 他在殺他們的時候 他逃亡的時候 他把手機放家裡 對啊 他也知道會用GPS去查他的手機 所以完全都是預謀犯案 有人會教 這些人 你看他頭髮比較好 你看他一塊而已 這怎麼可以 你也知道看臉 你也知道人家 看太多了 為什麼就要帶他們老爸 帶他們女兒 帶飛機 還有他們兄弟 為什麼要帶這些 這就是這間公司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這幾個 當事長最重要的 他們學弟一定沒人 一定會跟他們學弟 他們女兒也沒人 這劉邦長 劉邦長 劉邦長 人家叫劉邦長 是 人家叫辦長 這個筷子是比較衰的 都要去討論 他說要再帶兩位 我看他還有一個女兒 還有一個女兒 還有一個女兒 那我想請教一下馬律師 這個會不會判死刑 我認為應該會 我以前說過 一個在臺灣不太容易 兩個以上就將近九成機會 這個三四個是一定的 而且如果按照他的 他必須有一套邏輯說 我今天是為了仇跟財 如果為了財這個文詞 如果為了仇 還有可能我們去考慮一下 他的這個仇恨是來自於是正當 還是不正當 因為我比較第一線幫人家打官司 常常遇到有一些人 他 我能夠體會他們的恨 譬如說我今天明明不是我打的 只是拍到一個深情 拍一個蒙面的黑衣人打了一個人 然後很多的人都說是 一群人就說 那我的情緒會怎麼樣 而且是剛開庭的時候 斬釘截鐵 或者是那個樣子就好像他 後來是因為這個嫌疑人說 他有不在場證明 才把那些個疑似或者肯定 看到蒙面人士 他的這些證據全部推翻掉 如果真的不是他幹的 打那個洪系科長 他心情會怎麼想 我沒罪 還好司法和我清白 這些人一直要咬我去死的人 我一定記在心裡面 這是一個前提 這是一個他恨的前提在這個地方 第二個前提是 剛剛有提到那個高興 你有提到 如果他再這樣夾扣鴉 那更慘 你夾扣鴉通常要拿一筆錢出來 去封我的財產 為了這個案件 我讓你 你讓我錢動不了 讓我的生意毀掉 基本上就是家計也沒了 然後我可能還要現官司在這裡面 他當然會記仇於這些人 如果他當初有記這個 我想記大家職訓不一樣 職訓的程度不一樣 如果他想到你們這些人 想要自我於此地 讓我讓我沒有辦法生活下去 他會懷恨在這個裡面 他現在還會執行槍決嗎 現在會 還是有 我們現在還有執行槍決 殺這麼多人還是會 會 我們現在有執行槍決 只是這個時間就要看一陣一陣子 所以我會認為他的恨來自於訴訟上面 產生的糾紛 我遇到過 的確有人恨 恨的方式有表現兩種 一種就是我被你判刑了 我就去自殺了 有些就覺得說我意欲寡歡 我這個被你們咬死 有些會覺得說 你看我終於獲到法官的認同 但是你們這些害我的人 我一定讓你們不得好死 有在家裡面唸金說你們都是 所有全家都要死光光 這個有很多 所以我看這些的 被殺的這些人 我認為都有一些 跟他有過去不高興的地方 因為我不知道會計 也許這條假扣押的錢 是從哪裡出來的 也許是在博士說 那你認為是情殺還是 你認為是恨的仇殺 還是為了錢 目前來講我覺得仇殺 因為他的他都訴訟上面 作證對他不利的人 他後來又判無罪 他的反應會很反差會很大 會很大 他會認為說 就不是我幹 你們還亂講我 我在當中認為說是很大 所以我能夠 我比較能夠體諒 他對他們的一些恨 我能夠體諒 但是是不是用到 把他們強決掉幹什麼 其實這個我就 這個每個人反應就不一樣 OK 那我請教一下 這個王醫師 因為剛剛高刑警有說 說那個會計 曾經他去當證人 對不對 這次也被槍決了 這個會計 是女會計 因為他這個李鴻淵 要來領錢 他遲到 結果把他扣 扣了幾百塊 他懷恨在心 然後再來就是他前東家 高工局的合夥人 這個把他的車砸爛 這個還有他那個劉課長 也被放話說要殺他 這種人是什麼樣的性格 其實可以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出來 在他的本質上面 好像蠻容易生氣的 對 然後在言談舉止之間 常常在某一些 比如在尾牙的時候放話那種 我要對你有暴力威脅跟攻擊 可以看的 然後聽起來照新聞上面的說法 之前那個高工局的停車位 也不過就只是他被他的那個 另外一個同事 或者是比較屬於喪失的 前老闆上面念了一下 他就把對方的車子給砸爛 對 所以顯見大概他的本質上面 衝動而且很常使用暴力的方式 來發洩他那種內在的不滿跟挫折 看起來是有這樣子的趨勢 對 那但是你要說 他是什麼樣的人格特質的話 可能還是需要長期的 比較多的資料 才能夠做一個最後的定論 那碰到這種很容易暴怒的人 我們應該怎麼相處 一般來說 一個人如果容易暴怒 那如果他不是因為有些什麼 先天上面的疾病 或者說有些什麼 生理上面的傷害的話 我們要去理解他那個暴怒的模式 那理解這個暴怒的模式 我們可以幫忙他改變 那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當然要盡量敬而言之 因為憤怒用暴力來去做發現 是一種很低等的防衛機轉 那我們通常會希望說 人就是需要去學習一些比較高等級的防衛機轉 包括是可以跟人家聊天唱歌 找人講話 或者是甚至去打沙包來發洩都可以 然後不要用這種比較低等的 而且是社會適應不良的方式 這樣人多不多 一般來講 大概可能會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四 左右這樣子的機率 我覺得我們社會很多那種 稍微事情就要輸贏了 現在很多 每天一堆 街頭滿滿都是 等一下回來繼續討論 先休息一下 有時候我們人生就是會碎到你 我待會兒再說一下我朋友的故事 這個被抓到 你看他還笑成這樣 對啊 這個是什麼爛腳 這樣 這就是他的面相 李鴻淵 開穿開四個人 幾五個人 四個一個擋胸 那我請教一下廖老師 從面相上可以看出什麼嗎 可以 其實他那一個笑容 鄭大哥 他那一個笑容是在掩飾他內心 他知道他做了什麼 可能即將要面對什麼 其實他的內心是自卑的 然後他反射出來很自大 裝作若無其事 其實這樣的狀況 特質的人我還看過蠻多的 他犯了一個錯 他會假裝沒事 裝無辜 然後要不然就掩飾 他內心的一個不安 然後就裝出笑容 類似這樣的狀態 那因為今天的節目 我又想到 我要講他這個臉相的時候 我想到這一個人 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個人的臉相 是不是有很多地方的雷頭 有像 這一個是那個台中 有沒有一個保險員 他吃他的肉分 他的絲 他叫陳金火 對 你看他們兩個的額頭 你看他們兩個的眼神 還有他們最主要的特色在於哪裡 就是這個 顴骨橫章 我們上次在節目中有講 而且他們是腦後腱腎 他們是腮幫子很寬的人 再來就是他們的三根 是低線的 其實三根低線 然後臉很大 這種臉很大 嘴唇很薄的人 其實比較無情 還要就是有的臉很大 他臉比較有肉 那不算 你看他們兩個的特色是 臉頰無肉 是消瘦的 臉無肉 就是骨比較大 然後嘴唇薄 這樣的人 就是當他被警察抓到的時候 他們都很冷靜 殺人的時候也是很冷靜 是激淨比較冷血無情的人 而且他們的眼睛的距離很近 就是眼睛跟眼睛的距離 這裡很近 這樣的人容易記仇 然後就是腮幫子大 嘴巴小薄 凡是以自我為主 就是你不要惹到我 惹到我就記仇 我一定要報復 曾經我虎法了沒 對 虎筆 對 你看他們的 他們的額頭的髮際線很像 有沒有 額頭的髮際線很像 就是這邊太陽穴 其實是要往內線的 這樣的人做事 其實欠缺考慮 他們會因為又自大 他們會以為自己很聰明 那哪裡哪裡 就是這個太陽穴這邊的髮際線是會往內線 比較往內線進來有沒有 這邊會比較窄 他們都是這個顴骨橫長 比太陽穴高很多 然後腦後腱塞 就是腮幫子很很高 然後很寬 然後下巴是短的 下巴很短 所以呈現的就是一個比較能血無情 所以我們在交朋友或是與人往來的時候 要小心這樣的人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去旁邊的人去採訪 或是去問說他這個人怎麼這麼兇殘 旁邊的人看不出來 因為他們平常會掩飾 因為我說過他內心是自卑 他會掩飾他內心很多的事情 會去跟旁邊的人交好 就是表現他很親和力 很好的那一面 所以包括連他的鄰居 都看不出來 這一次 鄰居說他平常是做人不錯 吃溫和 對 是 包括那個陳金火 不是殺了那個吃的人肉嗎 去採訪他的前葬人 前葬人說 不會啊 都看不出來 他跟我女兒離婚之後 跟我吃飯還會幫我夾菜 都笑咪咪的 所以這樣的人 容易掩飾他內心裡面很多的事情 那廖師請教一下 這個時鐘 是 是這個賴閩南的弟弟賴自清 因為賴自清也受害了 是 還有原議課長劉慶山 遇害的資料資材室 一旁員工休息室牆上的時鐘 結果聽到五點四十一 補五點四十一 這有什麼含義嗎 這就是他們剛好被槍殺的時間 是不是 槍殺的時間 對 好 案發大概的時間 因為他就是剛好都從這個腦 槍殺他們 那是瞬間的一個靈魂被擠破 擠壓 那我們除了這個 也可以常常看到有人死亡的時候 他的表就剛好停在他的死亡的時間 這叫做陰陽共振 這會產生一個 就是臨時我們在陽間 然後他們臨時的一個靈魂被擠壓出來 然後呢 三次元空間跟四次元空間的陰陽會共振 然後那個時間會停止 這個常常會看到 問題就是說台五個 七四個一個人空 五點四十一分 而且他這個時鐘掛的房間 不是槍殺的那個房間 是剛好隔壁的一個小小的隔間 對 員工休息室 對 所以其實好像五人死 四人一人還沒死 對 然後陰陽共振 二零一九年這個奈敏南的太太過世了 他用太太蔡明珠的名義 捐贈一臺救護車給消防局 協助雙東分隊 汰換老舊的救護車 沒受到 這一次因為賴閩南沒有死 他被再去送醫 就是做自己捐贈的救護車 那有這麼好的事情 這冥冥當中 我覺得很多事情 他冥冥當中有一個定數 包括這五個人 其實他們就是有一個 共同的一個 我們在說結束 那為什麼比如說空難 或是就是火災也好 都有那個生還者 那就是說像那一天 我在看新聞 第一天 我的直覺 我就覺得這個賴董事長 應該不會死 我的直覺很強烈 因為他常常有在做善事 布施 我們人有時候就是說 雖然會收還沒改中 但是有時候就是說有一個 結束難逃 有沒有 結束難逃 那他平常有在布施 我們元神宮裡面的福德宮裡面 他的福德會增加 就會蓋過那個劫難 所以人家在說這件如果脫會過 吃到百二歲才會聽到這個話 不好意思 小燦那請教 為什麼賴閩南他是怎麼開槍的 其他人都死就他沒死 所以其實我覺得 因為他可能就是說 第一個他殺的是他弟弟 跟另外一個課長 那殺完之後他 因為他在整個現場裡面 待的時間非常非常久 這又跟我們一般所謂的 那種兇殺案 兇手做完案子 然後馬上離開 那個狀況不大 說他下午一點 就在那邊買回來 對 他下午一點多的時候 他就騎 他就已經騎 先騎著自己的車在外面晃 對 因為那個生技公司 外面是一大片的那個花園 然後玫瑰花園 所以其實那時候 在玫瑰花園裡面 做 就做工的那些女工 都有看到他 那一直他在晃了 快三個小時之後 等到下半時間 門打開了 然後員工進進出出 他是直接就騎著車 對 我知道 他不是說對頭部開槍開槍嗎 其他人都死 他賴閩南 他是賴閩南也是頭部一槍 但是可能 我們只能說 反正要嘛就是機運 要嘛就是機運 要嘛就是他可能已經殺到 第五個人的時候 時間也緊迫 他要趕快跑了 所以趕快往頭部開槍 之後就開偏了 所以那個要報仇 對 有可能也要 這個部分我來補 補槍一下 第一個現場 他把賴閩南的弟弟跟劉課長 槍殺在第一個現場倉庫的時候 他第二個現場到現場的時候 現場裡面有五個人 五個人裡面有他的女兒跟一個張塊劑 另外三個人他跟他講說 你們三個我沒跟你們上海 槍槍搞出來 對 跟他關在扁措 對 關在扁措之後 賴閩南沒有現場 賴閩南因為他四點二十幾分的時候 在第一現場 驅了劉課長的槍槍 鳴閩南說 你來蹭措 賴閩南說 我在外面跟人家說事情 不方便 結果他們手銬反口就拍一拍 第一現場 第二現場賴閩南剛在外面跟一個 所以他是叫劉課長打電話是不是 對 他用劉課長的手機打 第二現場是他到了現場之後 裡面五個人 他把三個人手機收起來 關到廁所 不是 我跟你說他拿劉課長的手機打 是自己打還是叫劉課長打 所以對方賴博士跟劉課長講說 我現在跟客人在談事情 不方便過去 因為那個地方有五個人 五個人室內 他三個關到廁所裡面 兩個人就是一個他女兒 一個跟會計 他在裡面看不到賴閩南 就直接朝他女兒跟快快就開槍了 賴閩南在外面抽煙 聽到聲聲 哪有聽到聲聲 他說有密音 沒有 賴閩南聽到聲聲 其實就不知道 跟朋友 帶他到進去 看到賴閩南八十一歲 還有伏地挺身做一百個 他每天還有跑步 衝進去跟大徒扭打 他另外跟他講生理那個人 手機打開 拿走拿卡鄉東拍出所 所以到雙東拍出所 那個跑去報案 賴閩南在跟現場 跟那個理性凶嫌這個 劉誉 劉誉在扭打的時候 劉誉 那邊啪一聲就走 他是第三個進去現場的 所以他沒有朝那麼準 他不是壓著他們三個人 啪啪啪這樣 不是這樣 是賴閩南衝進去 可是躲在廁所 那三個人不是講說 我們都沒有聽到開槍的聲音嗎 說什麼有裝 他有裝滅音器嗎 因為滅音器 還是有一個到現在 警察可能這最近會有公佈 但他實際上已經有確定有公佈的 就是說這四名往生者都已經解剖了 解剖所有每一個人致命傷都在頭部 但是有一個很奇特的事情 這四個人的子彈都卡在爐內 都沒有出來 都沒有 沒有貫穿 所以卡在爐內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不是自刺槍枝直接 砰一聲就關掉 就是他的子彈的威力不夠 在敵火裡面改造 改造 對 所以四個使者解剖出來的子彈 都在爐內 在爐內 第五發子彈 他不會去換槍 因為一個彈架錄 現在對了七八十多顆 所以第五發子彈可能更弱 那因為 一般手槍大概十顆的 我相信的是十二加一 就是上堂十二顆 加一顆 十三顆 一般的大支的手槍是十五加一 等於十六顆 他帶去的這種金牛座 最基本都十二加一 十三顆子彈以上 所以你自製要他的命 都是打頭 那他是因為年輕比較壯 他五十五歲 賴博士是八十一歲 OK 好 這個我也覺得事情不單純 第一個不單純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人有三把槍 要帶人家三把槍 第二個 為什麼他有一百七十九發子彈 重點是槍哪裡來 問你槍哪裡來 說我抓到 你也一百七八顆 看開箭就幾顆去 是 像用二百多顆 那說實在 我們有錢要買槍 我們也不知道要怎麼買 第二就是 人家說有錢 人家也不一定會賣你 對啊 對不對 你是什麼來源 你是不是警察來查的 對不對 等一下回來 繼續討論 先休息一下 請教一下高法醫 因為他查到有三把改造手槍 有一百七十九發子彈 如果要帶這些人 就要那麼多槍 是啦 所以槍的來源是重點 跟那個槍的問題 就是說古早黑槍一機是沒有幾十八九萬 黑心手槍 黑心手槍 大概有比較貴 但是後來貝雷塔還有索羅巴基的槍 槍來 人家的擲筆 阿強比較好 還比較燒 所以人家就不要買這機 所以這機買大黑心 阿強來 穿人家就不要買 你最貴嘛 一機二十萬 人家一機八萬很好用 大黑心一機二十萬 聽說我要二十萬 他還要賣運氣 加起來 就差不多要三十萬 所以人家就不要買這個 所以我一陣子想說為什麼人家來注意 就說這機槍我們現在沒用 你怎麼還拿這機出來 你這機一定從大陸進來 我們每天沒人進這個 所以一直在那裡 人家在台北交代說這機給你用看看 現在我們在查就是說 這槍子是不是真的是 大黑心這個致死的 因為聽說是有到冥運氣 如果說沒有冥運氣 真的是用那個改造手槍 這也很奇怪 你一機好的穿 你不要把澳洲穿出來 對 所以現在在查 到底是你拿到一機去 現在還不知道 你還記不記得安倍被暗殺 那個是改造的 兇嫌說他是改造手槍 對啊 那就真的去查他的家 確實他在家裡面做槍 他從網路上買零件 然後買火藥 然後自己做很久 他試槍 他會說 改造手槍我自己做的就好了 他說問我找到的 買就找到 哪有可能 但是他又講到一個很關鍵的一點 就是說目前就是說警方觀察 整個對案情的公訴跟態度 就只有兩 講到兩點 就是說他其他的東西 他都講得很清楚 然後神太自弱 嘻嘻哈哈 只有講到兩點的時候 要抓狂 第一個 你穿哪裡來 講到這的時候要抓狂 抓什麼狂 因為他有講到一個關鍵點 目前警方聽出來的 所以正在查 因為他有講到一句話 我不行害死我們朋友 說會害死人 對 他會講到這一點 那表示有來源 那第二個當然就講到賴家的狀況 就是說誰誰誰對你怎樣 他會抓狂 所以這兩點 當然我們就排除前面 那個仇殺的部分 但至少槍制來源 真的是蠻特殊的 因為我們講一般兄弟 當然會去買很多槍 對不對 他會做各種事情 但一般人的話 頂多可能就買個一支 要不然你還要跟三支 要賣錢 對 黑色黑 或防飛黑色 就可能買一支 怎麼放那麼多 而且我們臺灣一年抓幾千支 長短槍 就像高博士講的 二十年 二十大概二十年來 好像我也沒聽過 有出現過黑心了 對 二十年來沒有聽過 有黑心出現 對 這真的蠻特殊的 而且一般 我們一支槍是配十幾千 十多槍子 因為賣是這樣 賣是這樣 賣是 賣是嗎 對啦 都一支槍配十幾個 你一百七十幾個 那不是一百七十幾個 他還會有一百八十幾個 他也沒有 剛才那一百八十幾個 一定給你兩十八顆 他有去試槍 一定有去練 這邊就是已經有價位了 你不可能說 這個人是用軍 用手去打籃 他那麼大便他不用用槍 所以阿標用槍就是說 一點沒有死的感覺就出來了 所以你說後面有人提供槍枝 我覺得提供槍枝的人 也有可能就是幕後集團 因為這支槍很奇怪 你如果這支 你說我已經在家 放在家十幾年 拿槍給你贏 拜託 不是 不知道我賣 我這支是很寶貴的 你給我拿他贏 對嗎 可能是在大廈 現在還有買就有了 然後上過來給他 用那些郵寄的東西 這個都可以接到 好 有一種叫做財殺 有一種叫仇殺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下定論 但是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王醫師 你知道他那個洪杏女課長 就是跟他在操作機器的時候 有過嫌棄 所以才有什麼尾牙的時候 放話說 你有好戲可以看 大家都有聽到 然後他 洪杏女課長被蒙面歹徒 拿鐵棍把他打傷 打傷 洪杏女課長說 聽那個聲音 看那個鐵型 就是你 他雖然蒙面 他說而且他看他的眼睛 就知道是他 可是他有提供不在場證明 這樣 後來都沒辦法 那沒辦法 他就懷恨在心 按照你 女課長是這樣講 女課長後來被打傷以後 後來他離職 這裡不是酒呆 其實這個女課長 搞不好撿回一命 他如果今天繼續留著 搞不好 他不但離職還搬家 他也不起訴原因是因為 他手機放在家裡 對 他就不在場 手機不在現場 就不在場 他已經學會這一招 那而且女課長很聰明 女課長還搬家 他知道這個人搞不好難產 我們我們在社會上 有時候也不小心 會碰到難產的人 這個有沒有什麼東西 可以觀察 這也是為什麼後來跟騷法 才會成立的一個 很主要的原因 因為這事實上 確實有一些人對於某些他心裡面過不去的砍 他會非常的執著 那當然其實這種東西 在這個社會上並不少見 過去比如說像我們的那種 那個機車的那個強制責任險 有沒有 我們都知道 就是一個受害的那個男生 他的媽媽長時間一起推動的 當然純粹從價值的觀點來講的話 一個是在天上 一個是在地下 可是你可以理解 當一個人遇到了某些特定的事件的時候 他這個心裡面過不去的話 他可以花一生的時間 八年十年去推動某一件事情 那當然我們很多人受惠於 類似這種強制責任險 那比如說我們受惠於像葉勇志 這種兩性平權的 性別平等的東西 都是背後有一個人 通常都是他的媽媽 他的家人 為了這樣的事情奮鬥不懈 但是如果這個東西剛好 就是在壞的地方的時候 那大概就會面對我們今天 所遇到的這樣的事情 所以以我們的角度來說 要去預測暴力行為的最佳的預測因子 就是他過去的暴力行為 可是我們像那個行車結婚 我們過去都不曉得他長什麼樣 其實如果是這樣子的狀況之下的話 我是覺得盡量明則保身 遠離會比較好 當我們講到這種類似 有反社會傾向的人格的時候 很多人會問我怎麼看 怎麼預防 怎麼做 怎麼改變他們 但是到了最終 通常最後最後的一個建議 就是能閃遠一點 盡量閃遠一點 因為我最近朋友傳給我三個行車 糾紛 我看到都覺得很恐怖 其實有一個 都很年輕 就完了行車就糾紛了 滾下來 那個 一個也很怕他滾下來 跟他說 你敢不滾下來 這樣啦 那人起先沒有動 後來他看他沒滾下來 他就回到車頂 回到車頂 不知道是要抓駕駛 說什麼 那人都滾下來 滾下來之後 他女朋友或是他太太 隨便他說不滾啦 不滾啦 結果你知道嗎 他抓一隻刀了 那個人不是要回到車頂拿東西 他對腳這麼騙子做得差 差了 差了到心中 因為他都衰倒了 結果兩個人都毀了 對啊 他殺他也毀了 被殺他也毀了 結果我們要臨時應變 這個公務就沒有臨時應變 所以我才說行車交換 不需要這樣嘛 對啊 我們做事都好 我跟你講 我四十幾年前去日本 第一次聽到就是一個 有一個年輕人開車 頭頂那個 紅綠燈嘛 那種刺褲子 刺褲子 頭頂那個都要露磨 都要搖到什麼 保理團 下來拿一支槍 當一個開的 當一個也不刺褲子 頭都被背後拼了 被背後拼了 大哥 我看到年輕人 後面在這裡 我在行事中 我這裡都會派錢 最沒吃 最沒吃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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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可能 因為我以前 我們的巡邏的時候 我都會派錢 我們開的巡邏車就是 跟一般老百姓的車子 是一模一樣的 對 那我那時候背槍 上下班都會帶著槍 外面只要有人一吵架一打架 我已經就下來槍 就對著他們 叫他們不要動 先分開 那年輕的時候 要不然我退休之後 好 看到人在 我趕快趕快 腳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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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也會怕 我們也不敢行 流去處理 因為有時像大哥講的 有時候這個事情 車上那個衝突 你不知道對方是老虎還是熊 你真的下來會 莫名笑就回了一個家庭 都有可能 沒錯 而且今年特別要 以何為貴 就是不要亂生氣 亂按喇叭 就會都有這種兇殺 今年虎年千萬不要 你說我車子去保養 都叫他把喇叭拿掉 有時候都很想 我倒冰淇淋 巴不巴不 休息一下 不是 終於要下來泳過了 我前幾天 那邊開車 下班塞車 塞車說起來很多人都不太耐性 有一個人 我看他開一台雙行車 他很想起 很急就對了 不管怎麼樣一直走 就要走頭前那台 他覺得頭前那台很不耐心 真的 因為最後是紅燈 大家都要停下來 所以他走得對 他走得對 他差不多來到村兩三台車 他就摸到過了 但是他就車停下來 就跑去那裡 把他走下去 把你拿下來 好 用很難聽的三字經甘味 炒出來 把你拿下來 我當時替他很擔心 因為那個人比較高強大 但是我替他很擔心 因為你根本不曉得 人家車子裡面是誰 你不知道到底裡面是 是到底過虎長龍 對 正經 正經的 但是說起來 那裡那裡很擔心 那些人都沒有 剛才晚上開車 一個人給他駕駛 把他駕駛長按喇叭 一直在我駕駛 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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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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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駛�� 我們這麼高品質 優良的節目 被人 這樣就一樣 那個時候我怕一個 我想說 是請你帶孩子 不然他一直給他吵個喇叭 我怕這個 這個我剛剛要講一個故事 有時候這真的人走拍文 有一個夾 剛才廖老師說有一個夾 我的朋友在講述他朋友的故事 他說他的朋友是一對紅毛 你跟他教跳舞 男的也很帥 女的也很漂亮 可能經濟條件不差 大約在五十歲的時候 就說他們要退休 那退休以後 他們有開了一個教室 就是算是舞蹈教室 但是要來學他們就多少收 但是已經不是很投入 很打拚 有就有就沒就算 中學就八酸 創什麼 結果他說有些人就會組一個團 來看他們的教室 看要學會嗎 結果他說來以後 他們代客知道就是有茶 用紙杯裝茶 介紹一下這教室 結果他說有一個人 妹妹就來找他 他都不認識 說我喝了你的茶以後 我就卡到陰了 有啊 有啊 騎空就對了 沒有 他是說他真的卡到陰了 我喝了你的茶以後 我的整個人生的命運都改變了 他在叫他講個道理 然後要陪他 這樣啦 他說 來二十歲 我大家都背都一樣 水都一樣 別人沒有卡到陰 只有你卡到陰 我給你害怕 他不相信 他說你就是針對我 所以後來這個人就告他 官司還在打 你猜後來那個人怎樣 陰杯 那個人 就是那個說卡到陰那個人 有一天埋伏在 這對夫妻 沒有看見的地方 用那個瘤酸破 是 老婆說 這樣真的卡陰 他把那個男生 全部毀容 那個男生說他不要火 他真的不要火 因為那個復健的過程 治療的過程 太痛了 他說他的臉 整個都毀掉了 本來很帥 他太太倒是有一點點小受傷而已 他主要是針對他老婆 完全都不認識 只是人家都帶來參觀他的舞蹈教室 這寄証 寄這種也很奇怪 你是不是剛才瘋狼 剛才瘋狼 有 我的問題也有很多人來諮詢 都說一種話很奇怪 我都說你不要這樣 你還要去檢查身體才能打 他都說旁邊嫁給他下毒 不然他兒子給他下毒 我兒子給他下毒 我現在很爛 辛苦都沒爛什麼 他都很抽象 可是他講話還是很清楚 對 但是他都講得很抽象 我沒有這樣 你電梯煮煮的 回頭看比較好 不然再打算 你自己再看看 真的不要帶床之後 還是怎麼樣也對 他說我沒有床 你怎麼知道 我每天也差不多 一個禮拜一定讀一下 你有開油嗎 沒有啦 剛才他也沒吃 他是來跟他抱怨而已 他就不是要吃藥 但是果婦也要收費 對啦 他就來抱怨而已 廖老師 像這種應該怎麼辦 是不是人家在溫度 真的 那也有可能他真的就是 冠親祭祖 來打瘤酸這一個 是活著的冤親祭祖 那也有可能就是他真的卡到陰 那這個陰就是這個男的 冤親祭祖 附在他身上來來報仇 也有可能他如果真的覺得自己卡到陰 又很不舒服 很具體的講出一些卡到陰的狀況 那我覺得不要去當他去神經病 可能要帶他去廟宇 我們一般醫學沒有辦法處理 我們試試看廟宇 宗教力量 試試 真的 我最近 尤其今年 我處理這個卡到陰的超多的 處理到超累的 真的 王醫師 嘟了這要怎麼處理 其實如果說我們對於那一種 一般最近我們常在講 我們對於那種類似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 這部分的那個重視 其實一直來都還不是很夠 那如果能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真的有一個人來指著你說 我因為被你害 然後因為這樣子卡到陰 所以我很痛苦的話 當然我們一般人第一時間會很防衛 覺得說我又沒有害到你 你這樣子來指控我做什麼 可是換位思考 可能對方也確實是一個某種痛苦 需要幫忙的人 當然有可能對方是勒索啦 可是問題是勒索會用這麼奇怪的東西來勒索嗎 好像很少嘛 對不對 那也許他真的有些什麼樣子的需要 那麼如果我們用一個比較善意的方式說 好 那我知道你現在很難過 我們可不可以找其他的方法來去幫忙你 比如說你有沒有什麼親朋好友 有沒有什麼朋友 那你希望我能夠幫到你什麼 用這樣子的角度來去接觸他 而不是一開始就用那種 比如說非常強硬的手段 我要跟你輸贏 不管用什麼方式 我要用法律的手段 要去假扣壓你還是怎麼樣子 還是我要叫警察去跟你硬碰硬 這其實到最後就一定是火車對撞 一定會兩敗俱殺 能夠用幫助人家的方式 那麼也許他就能得到他需要的幫助 說不定可能是我不太願意這樣講 說不定他有某種妄想症發作也不一定 那當然他也有可能真的會有一些什麼特殊的宗教 上面的意念 那這個東西其實也都可以找到比較好的方式 去改變這樣子的狀況 我是這樣相信 李老師 這可以改善嗎 如果他是真的 真的是 去窮婚到 對 他如果真的窮婚到 去關心他一下他是不好睡 那我剛剛又聽了王醫師講 他也可能真的是有精神疾病 也有可能 對方 對 也有可能 對 那所以就是說真的卡因 他會有幾種狀態 就是晚上都沒辦法睡 對 然後他的行為會很奇怪 就是反常 對 你看他這個什麼 這個李鴻淵這個 他作證的說起來也很衰 衰 對不對 我只是作證而已 他叫殺人 還沒辦法 他還這樣 你看有陷阱 對啊 對不對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律師 從這個事件裡面 你有沒有覺得要學到什麼 我覺得當然人跟人之間的衝突 難免都會有 尤其像這種無妄自在也有 有時候我們當律師去諮詢 有的時候辦案件 沒有符合他的意義 當事人也會抱怨 那這種抱怨 如果我們想到這個上面去 我就不知道我們這種 在職業場遇到這麼多的衝突 他會怎麼樣的反應 其實我講真的很難 這個因為小事情 然後引發出造這種殺機 就像行車糾紛一樣 這個真的是很難 我們只能夠心平氣和的 盡量 盡量有抱怨的 我們就去承受他說 有人找我們去當證人 我們該去嗎 我覺得這當然一定要去 因為我覺得這個案子 我覺得法官不會輕判 不會輕判的原因是因為 不是 我是說像是那個打 他洪課長被打 對 那不一定會去 如果理由你不會去 我剛才是跟我的真正自親 還是說我有親目睛看到 我會去 耳聞的我不會去 我覺得這個案子 最大一個他會生氣的原因 是因為如果今天攝影機 或者是沒有攝影機 只是一個蒙面人 都蒙起來了 你都還可以說很像是他 感覺是他的話 那對於一個被誤認人認為說 你就會不會說 如果攝影機拍到 他也不會那麼難看 攝影機拍到你的車牌 你的臉蛋 要不要作證都不用 不用人作證就可以 但是當模擬兩可的時候 那些人集合在一個 再集合在一個概念下面說 反正你跟他有仇恨嗎 我現在講你八九不理此 這種作證就最容易引起 這些被告的那種懷惑 因為其實講真的 一個臉蒙起來 你怎麼知道是誰 會不會洪杏女課長 上次被打 真的不是他是兇手 也許他叫別人 我是說也許是他叫別人去打 他有可能叫別人去打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後面說 卡小怎麼叫別人 他自己處理比較好 他差不多要吃 所以後面就無可考了 他又怕又判無罪 但是我覺得這個人 這個人雖然那麼暴怒 但是他殺人非常冷靜 我很少看過這麼冷靜 你看他有一個名單 要殺七個人 請問他有什麼機會 可以完成這個任務 他只有一次的機會 一次一次 一次在哪裡殺 是最大公約數 就在上班的時候 就那個地方 可以最容易找到五個 七個 都在 對 如果他分別殺 我跟他殺第一個警察 就找到他了 你看他多冷靜 然後你說帶三把槍 改造槍 他也是要預防 萬一卡彈怎麼辦 因為改造手槍的品質不是很好 第一發就卡住了 我要拿第二發出來 所以你看他整個犯案的流程 的確是讓一般的刑警 我們當警察每天開槍射擊 看到人都打下去 都還會有點點會軟手 你看這種人 不過說起來 我不是說 聽他講話 如果真的叫他五歲 你都去做政 說我有 最少不是我 我也很生氣 會生氣 的確會生氣 但是不應該說要打死 對啦 但是生氣會來 就是白白白布 你會黑 這種想法就會覺得說 我就是受到冤屈 但是這個東西 我只能夠說大家 對於這種作證這種事情 我認為看到了就直接去看到 有些作證是 不要因為 只是自己 朋友說 你看他有糾紛 他就是他們 應該感覺很像 不要去做這種模擬兩者 他現在做警察的時候 要向證人傳換通知書 我都會看到旁邊住民 你有在場 你再來作證 你是耳聞就不要來了 就是說你聽人說的 你就不要來了 你假多詞一句 所以我們都要找目擊證人 就是說有看到的 高刑警有沒有什麼建議 我的建議就是說 像 比如說像這種案子有沒有 現在警察很厲害 二十一小時破案 但是我們想到後面的是 黑槍到底有多少 那這個案子 查明了真相之後 你是不是要把它速審速決 不要像劉邦有那種 沉在台裡面 或者是像一般的凶殺民案 死刑判了之後不執行 劉邦有那個真的 也是說那個鄉手也真的厲害 對 長大到現在都沒有 所以我認為說 這件要執行死刑 要非常速審速決 馬上這些黑道企業 馬上壓下來 你沒有執行死刑 如果罪證確鑿之後 沒有所有的常見人 有挖出來也好 或者是沒有常見人挖的 一定要執行死刑 不好意思 他撕掉先機了 當初會殺那麼多人 不是因為仇恨的關係 那是因為這其他八個人 都認識這個雄賢 知道就是你 所以我沒有狀態不行 對 沒狀態不行 這都安排好 要走路安排好 這個就要走路安排不好 所以他走不去了 這檢討的這個 這個鄧文昌 後來有救起來嗎 有有 失智 好像三回到五回 智商而已 但是賴董不會那麼嚴重 因為他是從這邊打 都沒有打到 沒有打到